Hello 大家好 我是油話品塵 今天玩這個DFF 最主要是想 搞這個Event的第五關 暫時沒怎麼練人 只有16 level 這次Event的主角 武器升至20 level 只抽了一把 隊友 有什麼好隊友 沒什麼適合這個活動的隊友 對 還有 召喚手也是用起碼 用火 始終打 大佬關 其實最基本我現在 三個角色都有他們的 哎呀 拆了一來到 一來到就有他們的 專武 不過就完全沒得過 對 都是只有 20 level 武器升到 防具也不斷 找一些CP值高一點的防具 這次抽到幾個都完全抽不到 好像沒怎麼出過防具 我想拿回去聊 那件衣服 那件衣服 38你也砍我了 怎麼搞錯 兩個太像樣了 兩個 唉 一縮小了 我都是猛看他究竟打誰 兩個都是 算不算同一個種族呢 我猜 不過類似那些設定 都是黑黑的 然後頭髮就變成一隻貓 沒有玩過F11和F14 所以不清楚 不錯 用HR好處 就是 有這些出道 就不用怕用HP攻擊 立刻被人打 有事 打你 打你 鞋子都這樣上來 嗯 蝕了 蝕了 嗚嗚 21你去打了 黑夜 非常好,應該打死你 是吧 好了,到大樓還有這些垃圾 這些是FF6的魔導裝甲 又敲我眼力 好了,玩法到大樓了 嗯 嗯... 不理了,打到才說 用希娃就最好... 不要介意少 扣得少 打夠了才說 BREAK 嘩,靠900多 開始玩全體攻擊力開帶 嘩,這麼... 這麼高 幸好扣得少 呃,他現在怕什麼屬性? 聖屬性 嘩 嘩 又轉,現在是火 火是...出第一招 BREAK到,BREAK到 NICE 嗯... 嗯... 唯一,至少不好的地方 他這隻東西 永遠不會怕... 兵屬性 嘩,以防萬一 嘩 嘩 他這麼兇 不斷轉Mode 外奏 這個作品很少 也很難回應 看得到我 可以去穿上 火属性 是否差不多應該出場呢 嘩,牠很少 不過相當中扣少很多 好了,用氣壞召喚獸 現在這隻魔法師最好的地方 就是用2技,可以幫兄弟加Bave值 1++技 用那隻滑龍點清 有暗勇 咦,牠再BRAK了一次 正 怕什麼?怕聖屬性 下一個RW是不能動的,可以繼續劈牠 百千多... 啊! 不應該打牠 算得死了 弄到你,有這麼多BRAK值可以留下來幫兄弟加 他們的BRAK值,輕輕鬆鬆過第五光了 十幾Level照顧過 這個打給對面上次的傢伙差勁 原來上次的傢伙差勁 知然知竹仔也打得很糟糕 好啦,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,下次再見 拜拜